东府国小山野教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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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口号之后 欣义翔东府国小的四位毕业生 背着自己的行李 在师长的陪同下 进行这次爬玉山的山野教育 虽然路段会很辛苦 可是可以跟同学一起爬到顶峰 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 感谢学校办这个山野教育 我之前又爬过那个 鹿林山 林子山 还有郡大山 然后我也希望这一次 我可以爬到煮风 在爬山的过程很辛苦 但是跟着大家一起爬到上面 我很开心 山野教育的一个课程里面 他们在知识的一个学习上 包含一些登山的技巧 还有他们的设备的一个整理 他们都学会了分享合作 这样的一个精神 那也透过呢 跟我们在地的骑劳 做一些采访 做一些访谈 然后呢能够了解 我们对于山林的一个尊敬 去学会敬天洗地 然后爱人 虽然过程实在有够累 但是靠自己的力量爬上了御山顶 是美好的经验 就很开心终于登顶了 很开心登顶了 但是很累 很累 那如果在路程学生如果喊 可能觉得很辛苦啊 那是必然的 那我也会跟他讲说这是椅地 那我们可以稍微稍作休息 多做一些这些 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情 让他们不要专注在 带我很累这件事情 那刚好我们的国语课文 第七课也有提到 呃就是关于登山的一些文章 那他们也知道就是爬山 不是只有结果 也不是只有过程 这两个都是一样重要的 这样 克服这些辛苦 然后找到方法 然后可以坚持下去 那这也是他们以后面对 未来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呃支持 找到可以支持自己下去的动力 这是希望他们未来都可以带得走的 在即将到达玉山顶前的路段 因为风大山路陡峭特别难走 但学生在师长的支持下 完成登顶的目标 也让东浦国小今年的毕业生 留下难忘的山野教育学习经验 记者金鱼学线 曹宏导 好东浦国小攻顶成功 赞 赞